有一位禅师看见一个蝎子掉进了水里 这个禅师准备救他 随时一碰他 这个蝎子就扎了他的手指 这个禅师不怕痛 再次出手相救 岂之又被蝎子狠狠地扎了一次 旁边有一个人说 哎 法师啊 他老是扎人 何必救他呢 这个禅师说 扎人那是蝎子的天性 而善良是我学博人的天性 我岂能因为蝎子的天性 而放弃了我慈悲的天性啊 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被人家冤枉 被父母亲的责怪 或者被妻子和先生的不理解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不理解 而改变了我们自己的慈悲心啊 所以世界上总有很多人 因为别人的不善良和因为别人作恶而停止了自己的善良和别人去争斗 有路我们不能因为别人不穿鞋而让自己也光着脚啊 我们人的这一生没有带来任何东西 也带不走任何的东西 饮食不过三餐 坐卧不过一个房间啊 膨胀的欲望让人永远得不到满足 这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啊 人心不足啊 长逢灾与苦啊 享上三十三成天啊 努力成云烟啊 所以做人若要少烦恼 舍离就是好 简单生活不烦恼 人间杂事不难搞 吃最简单的饭 做最简单的事 过最简单的生活 这就是佛法界的随遇而安啊